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嘉嘉 今天帶大家來到Castle Bromish 看一間四房的獨立屋 這間屋比較新正的 我們一起進來參觀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看Landing Area 這個是門口沿關位 下面這裡全部都是地磚 這個位置挺骨子 可以開一盞燈 看一看 盞燈有少少暗 OK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這個是客廳 客廳位置是鋪了木板地 也是有個電視機箱的上場 油漆方面也游得OK 英俊 天花板上面就沒有任何裂痕 水痕 各樣東西都OK 這裡就是窗門位置 窗門位置也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裂痕 也沒有脫消 整體來說也不錯 地面就是Lamonet Flooring 用External Trimming 做了邊緣的 雖然它沒有力氣的Skirting 但邊緣是professionally done 所以也是不錯的 再走過來這邊看看 這個是花園位置 待會再拍一拍的 客廳位置不錯 好 再下來已經出面了 看看這裡就是樓下的廁所 廁所很大 也有Alarm System在裡面 我找找一盞燈 先放在哪裡 盞燈不是這裡 盞燈在門口的旁邊 進來看見地磚是鋪到進來的 這裡是半磚 它是樓梯底來做廁所 所以它就不是名廁 但是我覺得樓梯底廁是OK的 因為這裡也不會太過濕的 這個位置也比較闊落一點 這個位置是 Alarm System放在這裡 整體來說都不錯的 好 那我現在看看廚房位置 廚房位置比較大的 它是客廳 是飯廳加廚房 明火煮食 四個爐頭 也有洗衣機 有乾衣機的位置 這個我看看是什麼 這邊是窗戶來的 這邊是窗戶 窗戶方面也沒有問題的 再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Boiler 對啦 Ideal的Boiler 那就是比較新的 那是個炒煙機 就是舊式一點點那種 就是揭蓋式 那這隻就是內循環來的 這隻不是臭趣外面的 好 再過來這裡 就有入場的焗爐 那是Nav的 比較好一點 沒有洗碗碟機的 這些全部都是 窗戶位 對啦 在這裡欠了洗碗碟機 那雪櫃呢 放在這邊 其實可以放得到一個Double Fridge的 那左手邊這裡呢 六人餐桌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放在圓桌也可以 那在油方面是非常之乾淨的 基本上都沒有任何問題 對啦 那這裡也有個車房 這裡就出花園 那整個廚房其實都OK大的 你說四人家庭這裡是足夠有餘的 那另外這裡也有一個櫃仔位 那就是樓梯地櫃位 在這裡 那它長身方面呢 這些位置就有些花了 那這些可能要補回 那另外地磚 和Skirting方面 旁邊呢 都有點骯髒 可能膠邊要折過 那但是都是一些小的問題 這裡有些骯髒 那有人用過就差不多 那這些位置 那些動物的腳印那些 可能有狗啊 各樣的 都不出奇 那這邊就比較差一點 這邊就要有過了 應該是有狗了 是有寵物 找過的痕跡 這裡全部都有 那除此之外其他都OK的 那些燈開得怎麼樣 這個就開這一邊的燈 那另外就看 Do you want to look in the garden Yeah Yeah Of course Can I just have a quick look of the downlight Yeah Thank you 好 OK 對了 那downlight就是這樣的 沒有問題 好了 我們現在呢 上一上去樓上參觀一下 那這裡呢 就是全地毯 那在地毯是很新的 長身的油呢 都沒有大的問題 那這裡看上去 上面都是帥仔的 一路都 那這裡有隻窗 那再過來這裡呢 就有一個 有少少油漆的污漬 但是這些都不是問題來的 好 再上來這裡呢 看看一看 有幾間房的 一間房 兩間房 廁所 三間房 四間房 我們過來左邊這間房 看看一看 那這間房全地煎 非常之乾淨 油漆也都油得很好 沒有任何滲水漏水的痕跡 窗門方面也都有骨子的 那再看一看下去的花園位置呢 沒有東西要打理的 花園非常之好 完全不需要打理的 那我等一下會下去再看一看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入場的衣櫃 那衣櫃的 質素都OK 那開開來看看裡面 也都有間隔 裡面 整體上是非常之骨子 好 天花板上面也都沒有裂痕的 油漆上面也都做得很好 基本上這間房就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那這間房是一間 ensuite來的 那我現在進來那個廁所看看 那這個廁所呢 就是地上是鋪了防水木板的 那然後呢 這裡旁邊 Alright Thank you 那這裡呢 就是半磚 那天花板呢 就是做了 三盞的Downlight 還有一個抽氣線 應該是一個名次來的 那質素都做得很好 那這裡就是那個Sharla位置 Sharla有少少窄 但是都OK的 還有一個Sharla在這一邊 OK 那再看下去了 這裏就是一間office 其實可以做backroom的 那他就擺單人床 這間房可以 然後呢 這裡天花板也沒有問題 油漆也都很乾淨 很骨子 地下也都不錯的 是小了一點 這間房就向著外面的 望著外面前面前軟的 好 再過來呢 我們看一看 這一個 的bathroom bathroom是全地磚 其他磚鋪到一半 Sharla和bathcup那邊 就是鋪到上頂的 那整體上來說都很骨子 也有三 做了三盞 四盞的Downlight 一 二 三 四 四盞的 四盞Downlight 那整體上來說都做得非常之好 好 再下來呢 就看了其餘那幾間房 第三間房 就是這個位置 那這間房呢 都是一間雙人床的房子 較為小一點 那但是呢 就都放得到一張雙人床 那可能單人房會比較好一點 那你可以擺東西做做東西啊 做書桌啊 各樣的 窗門方面都沒有問題的 那天線在這裏調下來啊 就在一個屋頂那裏 好 再下來看這間房的 那這間房呢 就稍微大一點的雙人床 其實幾間房的Size都不算大 不過就OK骨子 全部油都油得很漂亮的 基本上沒有問題 老實說拿走的傢俬已經立刻可以住了 那也都有個入場的梳妝桌 還有一個大的衣櫃 那衣櫃這些是污漬來的 本身來說都做得不錯的 好 看看這個吧 這個是個大的water tank 柱水water tank在這裏面 好 那我們現在出來這裏呢 看看花園位置的 那花園呢 非常之大 對啦 全部鋪了鑽 零的保存 那這裏有個炭露 就是取暖的 但是就非常之骨子的 那個Garden 旁邊的Panel 雖然這裏不是說石屎鋪 但是應該這兩三年都不用怎麼搞 除了最後那一塊有少少 脫漏之外 其餘那些 那這邊那些是石屎鋪 OK的 花園有少少向下斜 但是呢 它做出來的形狀呢 都挺耐用的 但是呢 它大部分的位置是鋪了碎石 這裏呢 就有個花灑位 對啦 給它淋車那些 整體那個花園呢 是沒有任何維持的 基本上 但是呢 這裡呢 做完碎石就可能浪費了一點 就是那個活動空間就被它局限了 不過這裏說要維修 維持就很低很低 OK 那我們再過來呢 看看這裏 這裏地上是鋪了一些 膠板來的 一些膠梯來的 那就是可以去梳水的膠梯 看一看屋的外觀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在結構方面 屋頂方面都很乾淨 應該就沒有任何東西需要跟進的 屋的專長外觀方面呢 也是不錯的 沒有任何裂痕 整體都非常之好 這間屋內外也很新 再過來呢 我們看看這一個 它有一間 指甲鋪在這裏 它自己是一個私人公司 在這裏 做指甲幫人家 其實就是一個 Garden的一個木屋的建築 木屋的建築 這個建築就沒有做設計的 但是應該有電到的 沒錯 鋪了電的 沒錯 鋪了電的 這裏是寫的 這裏是一個的 什麼意思 所以他們會把這個放在這裏 或是甚麼 如果有人在賠償 那裏會把這個放在這裏 或者他們會把這個放在這裏 對 有一個地圈在這裏 它可能會拿走的 它說 好 現在看看這個Garden 左邊這裏是有電到的 有一個separate的fuse box 一個孖插在這裏 另外裏面有一盞光管 它裏面是用來擺架 那些 但是這些應該可以移走的 這個Garden 應該放得下 是一架good size的車 應該不會太窄 上面就沒有board 但是它也有擺東西在這裏 應該OK實正 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輕便的物品在上面 OK 好 那拍到那麼多 Thank you 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GaGa Home 那今天你看到 都有點冷 寒氣 那今天呢 我們就在這個 Bermingham Bermingham這邊 就是有一間屋 就是一間四房的獨立屋 我們呢 除了幫這位客人買了這個屋子之外 裡面的裝修 我們公司也是承接了 今天呢 終於是交鎖匙的日子 所以就特意帶大家來這裡 看一看 究竟我們裝修成怎樣 這間屋子是有什麼變化的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片 好了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這個呢 就是那個圓關位置 大家看到那個圓關其實都是非常廣闊 這間獨立屋子 這間獨立屋子來說 很多地方可以擺鞋 或者是掛衣服 尤其是左手邊 擺椅子坐在這裡 穿鞋都可以 整個主題都是白色 因為呢 這一部分 整間屋子 我們都跟它有過油的 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全身油油 那左手邊 我們先看看它的客廳位置 這個是一個生活屋 一個正方形的生活屋 本身這裡就是全屋 唯一是有木地板的地方 那它的木地板 我們現在的業主就保持住了 因為它都不錯的質素 沒有必要再拆掉 去重新做木板地 因為這樣又要花費一筆 另外就是 它的長身是我們幫它油油的 想油比較簡潔 煮得以光 和白為主 也都安裝了兩盞非常光亮的LED燈 這些燈其實更光亮 在這裡 就算是早上也好 開了之後 你明顯是感覺到整個空間 是光亮了的 好了 這裡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我們就過來 這裡就是廁所 廁所也沒有轉變 廁所本身就是這樣 因為地下的磚也是原本的 但是這裡的廁所 你看到它很闊 樓下的廁所 很少是有這麼闊落的廁所 那我們看看 我們較為大改變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廚房位置 這個廚房位置 整個地下的磚也是我們鋪的 我們公司和這位客人 把整個廚房鋪了 這個木紋的地磚 看起來就像木地板 但實際上其實是磚來的 另外就算是在裡面這個位置 我們也是鋪進去 雖然裡面還有一些甲板的東西 我待會會清掉它 但是那些磚是一直鋪進去裡面 而整個廚房的亮點 就是在廚櫃這邊的本身 因為這裡原先那一套廚房 我們是整套和它拆了 然後整套重新再按它的意思 是換那套新的上去的 這裡有新的焗爐 兩個 Double Oven 上和下 然後這裡就有這個洗衣機 另外這裡是做了比較闊落的廚櫃 這些好像新樓類型的風格 新樓通常就不會有些什麼 新樓就很少會有這些透明的Splashback 這位業主因為他喜歡這個廚房的版面 你看到它這個是木紋式的版面 在新樓的話很少會是木紋的 一般這個位置都應該是磚來的 很少會做了這種木紋Style 整塊木紋的防水板 這個防油板就貼上去後面 做到這裡有一個很一體的連貫性 也都是用了一些比較好的Hoop 這是一個Canwood的Hoop 然後是一個San Lusi的七油煙機 我們焗爐方面就是用了AEG 這裡有一個洗衣機 整個廚房是從它全部補充 從頭上翻新的 我給大家看看 它的廚房非常闊落 你看到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是可以放到很大的餐桌 然後還可以看電視 是一家人 其實它一家人比較少的人 只有三、四個人 但就算是五、六個 其實這間屋也會住得很舒服 因為它的廚房空間大 而且在開廚房間裡 它煮食的地方都在那邊 在那邊的話 油煙就不會那麼容易散 還有 大家要留意它有對流風 這邊有窗 這裡有窗 夏天來說 這裡就不會太熱 而且如果油煙要散的話 相對上來說是比較容易的 除了充油煙機之外 你也可以靠這個對流風 散走油煙味 而且夏天在那裡吃飯 你也不會太過焗燭 這個廚房的確我覺得是非常帥 也算是特別的 比較有風格 我們現在就上去上面參觀一下 首先看看樓梯 這裡除了左右兩邊的油之外 你看到的地毯全部都跟它換過新的 這些地毯比較深色 而且毛是稍微長一點的 摸下去 踩下去的觸感都不錯 這裡總共有四間房 你看到這裡有兩間房 廁所 三間房和四間房 我們先在這邊的細房看起來 這裡就是它的細房一號 你看到地上是鋪了全木地板 我們都蓋上了Skirting 跟它鋪的 所以你看到它是不需要加Trimming的 這個方法有好有不好 好處就是它可以不用遷就Trimming額外的一個位置 你擺傢俬的話 你的東西就離開牆很遠 不好的地方就是功夫比較多 因為要拆掉Skirting 重新再鋪過 在這裡上至燈 中間至牆 地下的木板地 都是我們公司一手包辦的 選了這隻比較溫暖一點的木紋色 我個人來說我最喜歡這個顏色 有些人就喜歡淺一點 有些人可能偏灰色一點 我自己就喜歡溫暖一點的木色 這間是第二間細房 也是一樣的Skirt 也是全木地板 以及大燈放在上面 你看到這盞燈是非常光 現在是日後明顯是令到房間光了 我們關掉這盞燈給大家看看 關掉它差多遠 所以這一種LED燈其實是好 再下來我們看看這裡的大廁 這個大廁改動也是比較小 因為這個大廁所本身已經是這樣的格局 但是燈我們替它換了一些 最光的淡黃的LED燈 還有長身也替它油一油 通常一般住得久 肉瓶都會比較多Lime Scale 或者是化了、脫掉了膠 這邊我們也替它擠完膠 以及換了一個新的浴瓶 感覺上就會企理乾淨很多 其他的結具是先保留完 這間浴室的地上也是磚 這間浴室 再來就是第三間房 看到我們沒有開燈 如果開了燈的話 是馬上光亮的 本身這間房子 有一個CCTV 電腦已經連接到屋頂 還有家裏外面也有防盜眼 其實拿一個HDMI線搏過來 一搏電視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鏡頭 這個比較方便 所以業主決定留下那些電腦 以後去搏機去查看 地上也是用木 然後所有的牆身都是用白色的油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到 你看到我們這些牆身 都是有用到做一條白線 因為它不是真的全白的油 它有淡淡的灰色 所以為了拉平那個線 我們這裡是跟它做一條白線 你看到牆身的感覺是完全值得的 好,再下來 我們就看看它最大的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也是一樣 我們是做了地板和油油 以及換了燈 這裡也有一個入場櫃 入場櫃就原先已經在這裡 這裡的入場櫃很大 裡面呢 還要是有間隔的 這個非常之好用 不過美中不足就 這間房就比較難放電視機 不過業主相信就沒有我這麼喜歡看電視的 而且它是一個這麼好的客廳 飯廳 可以在下面看 來到重點就是這個廁所 這個廁所 廁所 是我們由頭和它打過 全部都是我們公司做的 包括一些下燈 然後呢 就是有長身的瓷磚 它旁邊的這些結具 還有這個正方形的shower shower cubicle 這個廁所就是專門由地下鋪到上頂的 你看到 它這個廁所是比較 比較是一個 以白色和一些大理石紋為主 整個廁所呢 都是我們公司去鋪的 所有瓷磚 基本上它是重新整個廁所 所有東西都打過 從頭來過 那這個是一個很經典的廁所來的 大部分新樓家庭的廁所 都是差不多大小 那本身呢 這裡那個shower 是在這一邊的 那 業主就覺得有點麻煩 他就把位置調轉了 這兩個位置調轉了 那所以呢 有時候除了是裝修 令它漂亮一點之外 也是想令到 它那些結具的position 是比較方便就手 那所以呢 是需要重新做過的 因為這兩個東西 本身是兩個不同的position 本身是這個那邊 那個是這裡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出了一個花園 那裡看看 那花園呢 本身呢 就已經是 沒有什麼雜草 也都沒有種了什麼 但是這裡呢 之前有些植物 所以我們全部 跟它那些植物 是剷掉的 那現在你看不到 有任何的植物 那始終呢 就是香港人 比較是 不懂得 打理英國的植物 那所以沒有信心的情況下 有時候呢 可能就是一路永逸 剷掉的話 是會比較方便一點的 那雖然 可能你說 人家英國人 就不會這樣做的 但是 你始終這個花園 就是屬於自己的 那誰覺得怎樣 是最舒服呢 這個就很過人的 就很難說 一定要有草 這樣才有一個花園 那或者可能 業主之後 想再去種植物的時間 也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暫時來說呢 未必有信心 可以去打理這些花草植物的 那本身這裏呢 就有一個 上一手 業主留了一個 但是呢 他拿走了 就剩下一個地基 那我們呢 都幫他買回這些 是戶外用的膠磚呢 是跟他鋪回這個位 讓他配合顏色 那大家看到白色呢 是因為呢 今天冷的天氣 那這些是霜 那照道理上 就應該是全部一樣 顏色 只不過因為 今天呢 是比較寒冷 所以你看到 某部分的地方 是結了霜 那這一部分呢 都是我們幫他去安排 那另外呢 那這裡呢 你見到 有一道新的門 那本身這個家庭呢 就是沒有門 可以在後面進入 那比較不方便 那但是呢 我們呢 就是經過 業主的要求下 那我們就幫他 在這裡 開了一道門 那這個也是 跟著這個 建設計程度去做的 那進來 你見到呢 這裏是有一個 車房 那你見到 門就開了在這裡 那其實呢 開門在家庭呢 都是一件 幾普遍的事 也是 都幾必須的 那發展商 是為了節省 所以他很少 會幫你開門 那 但是開了門的話 無論那個家庭 是不是在室外 都好 其實都是方便你出入 擺東西 不需要說特別要經過門口 再進去 那個家庭的話 那就會很麻煩 那它這個花園 其實都比較大的 少少美中不足 就是 它的花園 微微向下斜 但是它斜到下來 這個位置 它也有位是平的 可以放這個BBQ爐 或者放一些傢俬 各樣東西都可以 但是呢 它本身的花園 是有少許斜度 但是因為它的花園大 所以其實就 影響就不算太多 因為它可用的空間 也有很大的地方 那這裡呢 其實它也有想過 可能是做一個 類似的延伸 又或者是一個 維持的位置 在這裡 但是這個可能 就要看看業主 再之後考慮 怎樣去做 因為它的屋 其實本身都已經比較大 所以 是不是需要有這麼多空間 那這個就要等 留下業主自己去考慮 那它可能想在這裡 做其他事情 有些可能是浪衫 因為太陽比較多 溫暖一些 那你夏天 就可能不需要用這麼多電 冬天 冬天這裡可能會比較暖 如果是陽光照射的時間 好 那這間屋的裝修 和格局 大致上就是這樣 差不多了 那我知道 這一種類型的裝修設計 其實就真的比較港式 一些 但是我都很明白 其實剛剛來到英國 很多東西 大家都需要適應 但是如果你的屋 都做不到 你真的可以很實用地去使用 又或者是比較容易打理 那可能大家來到這裡住落的時間 開頭幾年 就可能會很難習慣到 比較痛苦一點 因為尤其是你知道 如果地毯那些 如果你不是用慣 亦都不是很懂得去打理的話 那其實就跟養小寵物是一樣的 譬如有狗毛 貓毛 你又未必懂得去怎樣 好好地處理的話 就很容易 可能令我的屋 有一種很髒的感覺 那地毯和木地板 其實就可以盡量去免除清潔的煩惱 起碼你可以吸一吸塵 拖一拖地 應該可以完成 所以基本上 在英國香港人的社區 community 其實都真的比較普遍 和是比較受歡迎的一些設計 那浴室方面 專門鋪到上頂 亦都差不多可以說是香港人的一個standard 因為大家都害怕 譬如牆身撇倒水 會有些撲漆的現象 又或者可能會長一點時間 會有發霧的情況 大家為了避免這件事 都會傾向想把磚鋪上頂 至於你說木地板在上面一樓的設計 其實這個就真的很見仁見智 因為如果你是平時是踩得多的 操用一點的 那可能其實木地板會較為適合一點 因為如果是地毯的話 其實真的會很容易髒 但是走廊方面 你看到香港人普遍走廊樓梯都是鋪地毯的 原因是因為第一 如果在走廊的位置 鋪了這個地板的話 那你走路的聲音是很明顯的 就是樓下樓上 始終你在房間裡 你不會卡拉卡拉走的 正常你可能赤腳或穿著襪子 就這樣走的話 你不會太明顯的聲音 但是走廊和地板 在串延間屋的中心位置 如果你鋪地板的話 那個聲浪就會比較大些 但是我仍然都有些客人 是喜歡鋪這個木地的 即是一樓永逸 全屋都是地磚和木地板 那他就完全不用關心地毯的問題 那些可能是養小寵物的朋友 木地板會比較容易打你 但是另外一個不好處 就是如果你年紀比較大 真的一個不小心 不要說年紀大 就算我也是 如果不小心滑倒 然後滑倒下樓梯 那你撞到的機會其實都挺高 你知道如果是有起角的 你木地板90度角 你一撞到 真的可以撞到頭破血流 所以這個大家可能也需要 在一個考慮之列裡面留意 香港人另外裝修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全屋都比較光 這個我自己是完全不反對的 因為西歐人的家裡的風格 通常都是比較暗 可能除了是廚房位置 或者是吃飯的位置之外 其餘一切的房間 他都是保持著一個比較昏暗的狀態 可能他們是喜歡舒服一點的 燈光柔和一點 但是我們香港人就是一個獨有的文化 亞洲人其實也是 比較喜歡光 光你才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反而就會覺得舒服 就是我們亞洲人的文化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家屋的裝修風格 如果你有興趣找我們的裝修的話 不妨也可以在我們家家康的Facebook 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有負責英國中部地區 例如是West Midland的地區 或者是去到Oxford Milton Keynes 我們都有做的 又或者是在Leicester Loughborough Nottingham Coventry Birmingham Lamington Spa Rugby 這些地區 我們公司都有掌握的 如果你有興趣找我們的 可以在我們Facebook上 PM我們 今集的介紹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鐺 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嘗試一下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